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今天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提出了新的立法 将公民身份扩大到一些在国外出生的儿童 2009年 联邦保守党政府修改了法律 规定那些拥有加拿大国籍 但出生在国外的父母的孩子 无法直接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除非孩子出生在加拿大境内 1977年和2009年对公民法的修订 也剥夺了数千名在国外出生的人的加拿大国籍 那些因修订后法案而无法获得公民权利的人 被称为丢失的加拿大人 今天 马克米勒提出的立法C71法案及公民法修正案 该法案将自动给在国外出生 且其加拿大国籍父母也是在国外出生的人 授予加拿大公民身份 他还允许由在海外出生的加拿大国籍父母 收养的儿童直接获得公民身份 该立法生效后 在国外出生的加拿大国籍父母 如果生育或收养同样在加拿大境外出生的孩子 则在孩子出生或收养之前 父母需要在加拿大累计居住至少1095天 才能让孩子获得公民身份 米勒表示 现行法案将公民身份限制在第一代加拿大人 排除了一些与加拿大有真正联系的人 这对家庭产生了不可接受的后果 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选择 例如 人们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 工作 学习 甚至在哪里生儿育女 新的变化旨在提高包容性 并保护加拿大公民身份的价值 C71法案还将恢复丢失的加拿大人的公民身份 这些人由于以前的公民法而失去或从未获得公民身份 如果该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 移民部将尽快实施这些变更 并在网站上为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更多后续信息 去年 安省高等法院发现现行制度 将加拿大人分为两类属于违宪 并要求联邦政府在6月19日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新研究 所持学历高于就业岗位要求的移民人数 已经降至了20年来的最低水平 《多伦多新报》一篇文章指出 研究人员利用人口普查数据 研究了移民的教育成就和他们从事职业的教育要求 这里所说的过度教育或职业与教育不匹配 是指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人被供拥在只需要高中学历的岗位上 202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 只有26.7%的近期移民在工作中的教育程度高于岗位要求 这一比例从2016年的31.1%有所下降 而在同一个五年期间符合资格工作的移民比例 从40%上升到44.4% 加拿大统计局在周三发布的报告中表示 选择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移民会增加他们经济成功的机会 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移民 比那些拥有既工或高中教育的人更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并且就业收入增长更快 不过也有许多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移民 所从事的职业未充分发挥他们的技能 这也将损害他们的就业收入生产力和幸福感 报告将这一进展归因于 加拿大2016年至2021年间高技能职业的就业增长 相较于之前15年的情况已有所变化 近年来移民选择制度也有所改革 2001年至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加拿大25至64岁人口 从520万增加到600万人 而移民占增长比例的60% 2021年约55.3%的近期移民和39.8%的已定居移民 拥有学士学位或以上 而25至34岁和35至64岁加拿大出生的同龄人中 拥有相同学历水平的比例分别为32.6%和24.8% 2001年近期移民的超教育率为28.7% 文章指出 一个移民在哪里获得他们的大学学位也很重要 21年持有外国学位的近期移民 超教育率比年轻的加拿大出生工作者高出24个百分点 比在加拿大获得学位的近期移民高出两个百分点 近期移民中教育与职业不匹配的比率在各地区差异较大 不匹配率最高的是东南亚地区54.7% 北欧地区最低7.3% 部分原因是 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照顾者来加拿大 这些群体的超教育率接近70% 不过报告指出 来自不同地区的近期移民看到了工作不匹配的下降 南亚地区从35.6%下降至26.9% 中南美洲地区从30%下降至23.9% 东亚地区从22.5%下降至17.6% 研究总结说 自2016年以来对高技能工作者的需求增强 以及移民选拔标准的变化 扭转了近期拥有学士学位 或更高学历移民教育与职业不匹配的趋势 另一份不相关的报告 也于周三发布 统计局利用纳税率和就业情况来跟踪 离开加拿大的移民人数 根据纵向移民数据库的分析发现 90%于2015年登陆加拿大的移民 在其抵达加拿大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内申报了税款 比2005年至2009年间 抵达加拿大的移民高出了5个百分点 经济移民拥有研究生学位 以及来自美国北欧和西欧的移民的税款申报率低于那些 通过家庭团聚和作为难民来到再拿大的移民 高技能移民更具有流动性 倾向于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中寻求更好的机会 或者他们在目的国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时 返回自己的国家 报告指出 被取消BC省律师资格的华裔律师郭宏被指藐视法庭 未有出席本周二21日的聆讯 BC省最高法院法官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BC省最高法院法官威特瑞尔对被取消BC省律师资格的华裔律师郭宏 发出了逮捕令 郭宏被指未能遵守2021年4月和2022年5月发布的两项法院命令 提供他参与的房地产交易相关财务文件 有关交易导致针对他的民事索赔 他于2019年被判需承担责任 威特瑞尔于2022年10月14日认定郭藐视法庭并下令他最多入狱40天 目前他暂时搁置了这项命令 然而郭宏并未出席5月21日的聆讯 法官因此不得不对他发出逮捕令 威特瑞尔在周二发布逮捕令之前表示 郭无权因拒绝出庭而继续挟持原告或本法庭 郭宏被指强硬对抗法庭命令 已经打击了法院执行程序的能力 从而打击了法治本身 当天郭宏的儿子霍华德成代表母亲出庭 他告诉威特瑞尔其母目前人在北京 患有包括忧郁症 睡眠障碍和妄想状态等精神健康问题 成提出休庭一个月再进行聆讯的请求 但被拒绝 威特瑞尔迫切要求提供更多资讯 当霍华德成被问到 他的母亲什么时候去北京的 他表示不记得了 但肯定是在2023年之前 他说自己当时是一名学生 至于郭为什么去北京 他说他在那里有商机 他迫切地需要赚钱获得财务资源 他声称 不知道郭宏自从去北京之后 是否曾经返回加拿大 也不清楚他将来是否打算回来 郭宏两度被吊销律师资格 此外还有两次被暂时停牌 BC律师会目前仍在调查 关于他的另外五宗个案 其中三宗设专业不当行为 另一宗设违反法律规律 他现在正在等候这四宗个案的处分 此外 他还有一宗涉嫌在暂时停牌期间 从事法律工作的个案正在聆讯 5月25日周六 温哥华白帽俱乐部将在位于 温哥华市中心的BC体育馆 迎来迈阿密国际足球队 与足球巨星梅西 这将是两队的首次对决 梅西所到之处 狂热的气氛如影随形 目前比赛门票已售出5万多张 除了为自己喜爱的球员加油筑杯 球迷们还可以参加大型的街头派对 享受免费赠送等活动 庆祝活动已传统的球迷游行活动开始 数百名做好准备的球迷 将在检票口开放前15分钟 在Granfield与Smith大街的 交叉路口游行至BC体育馆 球迷们还将受邀参加 由TELUS主办的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热身街头派对 活动将于5月25日下午3点开始 在Robson与Betty街举行的庆祝活动 包括仅需5元的饮料 美食餐车 Terry Fox广场上球员签名会和现场音乐等 在热身派对的街头 TELUS还将开设一个适合家庭的休息室 里面有游戏赠品等 您可以与TELUS的小动物进行虚拟现实AR自拍 并有机会赢得8月24日温哥华白帽俱乐部 与洛杉矶足球俱乐部比赛的四人球票 如果球迷在5月31日前购买新的TELUS或KURO服务 将获得价值150元的白帽足球俱乐部网上商店礼品卡 以及白帽足球俱乐部独家门票优惠 5月25日的热身街头派对请务必提前到达现场 因为前25000名球迷将获得一张特别的对阵纪念海报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白帽足球队与国际迈阿密足球队限量版围巾 也将在BC体育馆出售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